说到灌篮高手 我们会第一时间想起锦上雄艳的漫画 想到红毛猴子 荫木花道 但小霞今天要说的不是二次元中的屈拟人物 而是现实世界中真正的篮球奇才 文斯卡特 说起这个名字 是不是让屏幕前已经人到中年的你 热血沸腾了呢 毕竟作为1998年加入NBA的上世纪篮球明星 文斯卡特早已不再是现在的新闻热点人物了 但是 这个曾经被称之为UFO或者半人半神的男人 的确曾经是一代人的偶像 而小霞推荐了纪录片卡特效应 与其说是卡特职业生涯的回顾 不如说是80后对于篮球的又一次完美回忆 有人又要说了 NBA过往的篮球明星当中 前有飞人乔丹 后有飞侠科比 这文斯卡特又是哪根聪呢 哇 幼稚 凡是看过2000年全明星扣篮大赛的人 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那年和麦克格雷迪 牵手参加扣篮大赛的他 完全摆脱了地心一力的束缚 转提360度接大风车扣篮 篮盘后转提100万处接大风车扣篮 麦迪助攻胯下坏手扣篮 手肘扣篮 乖乖路一动 每一扣都惊掉了全世界无数篮球爱好者的下巴 在全场山呼喊笑的欢呼中 在同届球员顶礼膜拜下 文斯卡特一扣成名 从此成为扣篮王的代名词 在小霞的印象里 文斯卡特神一般的跨下风车 很快就成为了街头像为篮球少年纷纷效仿的模板 血气方刚的男孩子们 一次次在水泥场地里尝试卡特的动作 然而事实证明 这种必须拥有惊人弹跳力和想象力 才能实现的扣篮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青春梦想 更为恐怖的是 同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 入选梦之队的卡特 面对身高两米一把的法国中锋 直接跳起腾飞 几乎越过对方头顶的那一击爆扣 被后人称之为死亡之扣 受到跨下之辱的法国中锋 在后宣布退役 但受到职业生涯的成绩 文斯卡特取得的辉煌 其实远没有的扣篮王头衔那样的耀眼 身在多伦多猛龙队的他 在2011年季后赛 无限逼近东部冠军 却还是在最后一秒设施篮球 输给毕时76人队里 如日中天的埃弗森 可在小侠看来 从没拿过冠军的卡特 却依旧值得尊重 20年的赛季中 他从没有为了得到冠军 而去选择冠军球队 也许41岁的文斯卡特 已经无法重现篮球场上的暴力美学 但这个曾经改变一座城市的男人 依旧享受着运动给他 和别人带来的快乐时光 正如卡特所言 他并不在乎能给未来的多伦多市 起敌几个超级明星 他更看重的是 能够让无处宣泄心理的孩子 回到球场远离犯罪 在文斯卡特之前 加拿大的多伦多市默默无闻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他就是美国边境以北的普通城市而已 甚至当猛龙队的吉祥物诞生的时候 还因为形象丑陋 遭到其他NBA球队粉丝的嘲笑 文斯卡特的出现 让这些声音消失了 一有号码15的球衣 卖到脱销 原本无人问津的城市 成为了旅游热门 加拿大人热爱的冰球 原本一家独大 在猛龙队崛起后 格局变了 变成了篮球和冰球的分庭抗争 小丹曾经让公牛队的logo 席卷全球 成为文化标志 科比曾经让81这个数字 风靡世界化作数字图腾 文斯卡特或许没他们伟大 但他却是一个人改变了一座城 十年不到的时间里 让多伦多成为了北境之王 卡特效应这部NBA的断代史 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多伦多 了解了文斯卡特 更让人到中年的很多大叔们 重新热血沸腾 我们改变不了城市 但我们可以在熟悉的扣篮动作中 重新找回渴望无限的运动精神 放下手机 对今晚又要诱惑你 我们去喝啤酒 吃好事的 邪恶的朋友们说 忘掉小龙虾吧 兄弟们 我 想打篮球